中山区中和路往复兴路以及中和路的交流道口充满危险 虽然可以左转回车往中和路、喜市以及大庆大城等社区方向 不过许多驾驶人经常抢快没有按照地上曹化线方向提早左回转 导致经常和执行车辆发生车祸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反应后特地邀请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秘书 以及中和里长蔬柴雪和警察局交通处 以及高工局和国产署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将在一个月内在曹化线上增设软职分享感以及加装监视器 并且清除交流道周边杂草提升行车视线来改善这里的行车安全 中和交流道这边常常会发生车祸 那今天其实我们就特别拜托了蔡适应立委 然后我们经理理秘书还有我们各单位一起来现场办理会刊 就是希望人彻底的解决掉这边常发生车祸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我们交流道下 其实我们交通处有划操划线 但其实在现场勘察之后发现到民众常常都会抢坏 就是没有顺着我们交通的指示标线走 然后在操划线的时候就会先行左转 那我们今天有会刊的结论就是说 首先我们会在我们草化线那边 增设交通感 逼得我们所有下来的这些车辆 需要照着我们的草化线的指示方向 然后来去行驶 才可以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 第二个其实我们也请我们警察局 在此入口处增设我们监视器 然后也可以避免说 如果未来真的有发生任何意外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厘清的动作 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场其实我们交流到周围 其实很多的杂草的问题 那经过我们跟我们屋主 还有国安署讨论之后 他们也同意把所有的杂草一并清除 让这边的视野变得更宽广 也可以让所有开车的民众 有一个比较宽广舒适的空间 然后也比较不会避免发生交通意外 张炳君也呼吁驾驶人 在这个路口一定要放慢速度左回转 不要抢快才能减少交通意外事故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